品号建立 接下来呢 品号建立 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我们要 在这里 品号在基本资料里面的品号 不是类别 刚刚类别已经有四大类 然后每一个类别都有它的号码 品号建立 在这里 或者在这里 当然 品号建立里面呢 它也可以分基本 倉管 采购 业务 会计 申管 都可以这样分开来建立 基本上来讲我们这个配销模组 我就不用这样子方式来做 而是直接在品号建立 品号建立 品号资料建立里面进来 好 来看看这里面资料非常多 我要花一些时间 花一些时间给你们做 那一样的做法 一定是什么样 新增嘛 一定新增 那我还没有新增之前呢 我随便抓一个 我是用查询的方式 当然你也可以用进阶查询 什么查询 我教过了 那我就不要用这种方式了 因为太花时间了 那假设我把 我们最常用的 六字头的 61001这个 高手玩家型 我把它叫出来给你看 好 你看这个档案 这个作业画面呢 非常多资料 第一个 这是自动产出的 对不对 然后这是品名 是你输入的 然后这里有规格 有货号 都是你要输入的 版次 版次 为什么有版次呢 因为你现在是刚建立 所以它版次没有 是零的 版次是当你有修改 你做品号的修改的时候呢 有品号修改在这里 品号修改在日常 品号有一个修改的部分 等一下我们再找一下好了 在这里 品号变更管理 有没有 它可以变更的 那只要有变更呢 它一定会 会有一个版次就出来了 知道吗 单位一定要有 然后呢 它如果有 有这个大小 它会呈现出来 如果包装有包装单位 我假设 假设我要修改它的话 我呼叫它 我可以做修改 记得这上面都讲过了 对不对 这有一个修改 还没有进入 没有购入 这个产品 你的库存里面 没有任何一个物品 货品的时候 这里一定不会有的 好 这是上面这部分很重要的 接下来 基本资料就是现在 我按这个基本资料 就是现在呈现的东西 包括什么呢 包括你看哦 它的类别 是归在哪里 在会计的第五个代号 是属于商品 支材呢 它不算支材的 所以这里没有呈现 业务有 业务呢 它是归在 数位相机的业务里面 身管没有 它是组好装品 然后 这有一个很重要 叫做库别 主要库别 在这里 库别是P003 这是我们这个代号 它是属于成品仓 它是属于成品仓哦 等一下你们要作业哦 等一下你们要作业 你不要 好 那 这里面呢 譬如说 有成品仓 有不良成品仓 来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这个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来 品号里面呢 这里有一个 很重要的 库别的性质 非存货仓的话 假设它不是存货仓 可以告诉你们 这上面不会有数量的 这不会有数量 所以刚刚你看回来 看看这个品号部分 假设它是 成品仓 而且呢 你看它P003在这里 成品仓 是库存的 存货仓 所以 只要在这存货 这边会进来的 这是考题哦 这是考题 好 这很重要的 那 接下来你看哦 这里面品号里面 品号出来以后 品名 规格都会 有的写的更详细 那单位当然是有 这很重要的 就是 库存的数量金额 这些 它是现有 有这些库存 它才会出来 如果没有它就不会 不会有这些资料 而且库存是非存货仓 就不会纳入计算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哦 刚刚讲的是 这个类别 已经讲过了 采购单位 也讲过了 接下来我们看 底下有一个叫做 第二个基本资料 我们来看看哦 第二个基本资料在哪呢 在 这个采购单位 单位是各 销售单位是各 然后呢 这里面有很多 计划人员是谁 生产限别 如果它是生产 它就会有 这是第一个基本资料 第二个基本资料 按一下 好 如果我是 抱歉哦 我这边要 要修改才可以 我把它去掉一下 好像当机 好 基本资料呢 来看一下哦 第二个 刚刚是第一个基本资料 第二个基本资料 里面有很多 包括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 什么叫做 循环盘点 如果库存管理呢 没有按 是表示说它不需要管理 如果 嘎勾就表示说 库存它会一直在管理 那这里面有一个循环盘点 这也是考题 什么叫循环盘点 什么叫盘点 知道吗 盘点的意思就是说 过一段时间 你就要去点一下 点一下它的 它的那个 数量有多少 点一下它的数量有多少 那这种 听中文 听到这边哦 盘点是什么 什么叫盘点 如果你每一个季 有的是一季要盘点 有的一年才盘点哦 那盘点 如果你数量很多的时候呢 你没办法全点 那怎么办呢 就是你可以定一个 比如说编码是五字头的 我才要去盘点 或者第一季 第一季 我编码五字头盘点 第二季我编码是四字头盘点 这样子它就是要循环去盘点 不用通通点抽点的意思哦 那什么叫批号管理 批号记得吧 批号就是说 像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哦 今天假设 某某 某某这个连锁商店 它在中秋节的时候 结果它进了一批肉类 结果吃坏肚子 那这一批肉类它有批号的 它可以查到批号的 如果现在呢 这个产品不需要去做 每一个批次 每一个批次的批号 你们看看就知道了 任何一个产品哦 包括连这个 连这个什么 白板笔都会有批号的哦 如果你要不 像这样也不需要 不需要做管理 那表示这个产品呢 前后大概没有什么 因为日期的关系啊 因为生产不同的生产别 或者现在 你们知道那个鲜奶嘛 鲜奶都是弱农嘛 我上一次有没有跟你讲过 没有 鲜奶都是弱农 一个一个交过来的 我们不像 纽西兰啊 澳洲啊 一个弱农 鲜奶一出产就是几顿 它就交给公司 不是的 我们那边都是 一个弱农 大概生两个二十头 三十头五十头的乳牛嘛 它就 你没有做批号的时候 假设这个鲜奶出问题 那是谁 你怎么知道从哪里来 尤其鲜奶 你们喝鲜奶知道 鲜奶都要加什么 双氧水的 鲜奶都要加双氧水的 你如果没加双氧水 它是没有办法去做杀菌 没有办法变得那么白 那如果说 有一些用工业用双氧水 那就很惨了 那你必须要 批号去控制它 不需要就不需要 如果需要 但是呢 需要做批次 不需要做库存检查 这是另外一种选择 还有呢 只要警告就好了 批号要警告 而不做整个检查 或者 要警告 而且要检查库存 这是四种选择 这是考题喔 像譬如说 有效天数呢 你可以去输入的 譬如说它多少天有效 你这个都可以输入的 刚刚是零 我们就不要改它了 还有 竞价管制 你去请购 你要报价 或者你买进来的时候 不是要竞价的管制吗 如果有 你打勾的话呢 譬如说 你竞价的价格多少 如果你管制说 不能超过5% 那你打5% 你打5% 你打5%呢 它就会超过上限的5% 就不能竞价了 如果是销售也是一样 如果销售的下限 超过打了9折 超过9折 超过9折 10%呢 就不能再卖了 是这个意思 然后超交 如果说 你要卖出去的时候呢 你交货 交货率呢 不能超过多少 因为这个是跟什么有关 跟信用额度有关嘛 假设不要超过5% 那就定写上去 这就没问题了 所以这个Purchase 是P 你不用背 Purchase P 是买的 Manufacture M是自制的 Supply 是外面的 外面提供的 Y呢 就是虚设 虚设是什么意思 我在这黑板上跟你讲 什么叫虚设 你这样就会知道了 因为有时候 你的货品很麻烦 你的货品呢 很多 我们通常呢 我们讲Bong Bong的意思就是什么 就是说 我一个产品 假设这是电脑 它可能有很多组件 这个组件 这组件呢 假设这个是B C D 这组件 然后这里呢 这个组件 它可能会有 譬如说 它会有 X Y 然后呢 Z 这三个 然后这里面BCD 这是第一个 电脑A 电脑甲 这是这样子 那电脑E可能是这样子 Z X Y 然后呢 这里可能是 B C F 可能是这样子 这三个 乙件 好 那电脑里面 可能这三个 这三个是一直都会有的 一直都会有的 然后它 那我可以用什么 用虚拟的 我虚拟代号 这个虚拟代号 用S1 这虚拟代号 用S1 那以后呢 我就不用写这么长 这里可能会变 但这个永远不会变 这叫虚拟件 好 另外呢 还有feature件 是什么呢 共用的东西 就是feature件 比如说我们举一个 课本上许的例子 很简单 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电脑买了 有说明书 说明书呢 都是一个盒子装的 那个盒子不变 可是里面会变啊 有繁体的 有中文的 这个简体中文 然后有这个 英文的 日文的 德文的 不同的 那那个盒子呢 一定不会变的 那盒子就是feature件 不一样 不一样 这是好多件 虚拟是很多件 才叫虚拟 单件 单件的话 就是feature件 虚拟 什么叫虚拟 虚拟 一定是很多件 主材叫虚拟的 我刚刚讲 如果是盒子 一个一件 那一件 叫feature件 一件而已 里面很多东西 不同的东西 它不能用虚拟了 它那个叫做feature 另外一个叫什么呢 option 选择件 选择件就是说 你每一个人 买的东西 譬如说 汽车 它可以 要这个 行车记录器 那个不要行车记录器 那个要什么 那个要什么 那个时候叫做选择件 公选择的 好 我们可以看 有这么多的 不同的 部分 可以给同学们看 那这是第二个 当然 还有 ABC的等级 是什么 就是 它会自动产出的 它是在我们的 整个 系统里面呢 经过几次的 购置以后 购置以后呢 你会 会有一个 因为它的价格 因为它的数量 返回来算回来 ABC 当然你也可以用输入的 还有生肖日 这个 失肖日 这些都是很简单 就可以出去了 再来我们看看 第三个叫做 基本资料3 可以用商品的描述 另外呢 接下来第四个 采购申管里面呢 如果是采购 那采购人员是谁 因为你的产品 有时候是采购的 采购件嘛 刚刚不是在这里 有一个采购件吗 对不对 如果是采购件 你采购人员是谁 申管人员是谁 还有一个叫做 补货政策很重要 这补货政策很重要 什么叫补货政策 也就是说 当你的产品 你的货品呢 假设我的仓库里面 我一个月预估 我卖1000件 当我的仓库呢 这个月剩下300件的时候 我必须要补货 那叫做补货点 那叫做补货点 你去订的 你们公司订的 然后有的叫MRP MRP是什么 物料的需求 物料需求 每一个单位物料需求 他订了点多少 那你就要照这个点 来做一个补货 另外呢 有的是 LRP 就是P号 来做一个补货 还有呢 有的是不需要 不需要补货 那有的是 依照历史的销售点 来做补货 这是补货政策 好 前置天数很重要 前置天数 不管你买多少 你不管订多少 他一定要有多少天 才会到货 这叫前置天数 那什么叫变动天数呢 就是说你订100件 他需要一天 你订200件 他需要三天 两天 按照这个 多少件数 来变化 叫做变动天数 所以他有公式 这个是错的 对 你如果写固定天数的话 后面这两个就不用了 如果你订这个 变动天数 前置天数就没有了 对不对 好 他的算法在这里 也就是说固定天数呢 固定天数 固定天数 假设你是 有的 有的 有的两 有的两个都会有 比如说他必须要一天的准备期 然后再加上变动天数 那你准备期就是1 固定要一天的准备 然后再来 多少 一批500个 必须要 一天 所以你就把你采购的 这个是500个是批量 然后你采购2000个的话 除以500就是4 4乘上 变动天数 变动天数就是 每500个要一天的话 就是4天了 这样子意思 好 这有一个说明 那我们来看看 假设 我们这样做 假设说 我们来看看 批量 1000个 要有一天的时间 那 不 100个要一天 一天的时间 那如果我们现在定1000个 他必须要10天了 对不对 那如果说他前置又要准备 要两天的准备 比如说联络 什么什么事 要两天的话 那这样如果定1000个 必须要多少 12天了 对不对 是这样概念的 好 接下来领料呢 有足批领料 自动扣料 单独领料 这也是领料的时候 领料哪的 自动 自动的减掉了 然后检验 检验方式有很多 有不需要检验 有减量检验 就是说不用减那么多 有正常检验 你知道检验 有一个公式可以算吗 品管的检验公式 知道吗 好 你们可以查看看 网络查 不同的产品 它的检验百分比 是有一定的计算的公式 可以算的 这在我们公管 或者品管里面 会交到这个 加盐的话 就是说 我要更 假设我的 检验是5% 我加盐蒙15% 来做检验 全检就是每一件都检 好 这是我们几个要注意到 再来 这个是生产 如果序号的话 序号管理 就要把它的码 垫出来 这里我们没有再用 售价 这售价 123456都可以写的 意思就是说 这后面会用到的 后面会用到的 假设你定价 譬如说 每一个123456种定价 你都列出来 你到时候呢 你在报价的时候 你可以按序 我要先用 净价 再报第一净价 第一个定价 或者第一个定价先报 报完以后 可以并 最近的标准售价 再来是 最近的价格 再来是 第四个售价 基本售价 定价4 这个都可以定的 好 你看以这个 为例的话呢 高手完成 是定价是15000元 零售价是2万元 然后业务的底价 业务它可以有一个弹性 业务底价18000 这是他们整个定价 再来成本 如果有的话 你就要把它列上来 如果没写就没有写了 那包装是怎么样 包装法 然后产品如果有图 你可以把图档加进去 好 还有属性类别 它是属于属性 代表什么 这个都可以去去看的 去以前的 那如果这个找不出来的 表示说我们这个程式呢 它不需要这个功能 所以我们就没有买这功能的 好 这个到这里为止呢 是整个前面品号里面 很多重要的资料 刚刚讲的 你们等一下都要看一看 好 下一次我们会给你考试的时候 给你让你看着来考 好 接下来下面呢 就是我们讲的单身的部分 单身部分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在P003这个成品仓里面 它是属于库别的性质是什么 它的代号是什么 它的厂别名称是什么 这个都有 都要设定的 还有 安全存量是多少 补货点多少 经济的批量是多少 是针对这个 针对某一个 某一个库别 它的补货量不同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 譬如说 譬如说 陈品仓是在台北 陈品仓一在台北 陈品仓二在高雄 它们需要的数量不一样 它的订货量可能不同 它们的补货量可能会不同 所以后面就会不一样的数据 然后呢 经济批量 它是怎么样批 进货会比较便宜 库存的数量多少 还有上一次盘点什么时候 上一次的这个 出库日是什么时候 包装的数量如何等等 这个通通都有数据的 这样子才叫做品号完成建立了 这样懂吗 可以吗 好 因为 我刚刚在讲说 我在黑板上写 报价很简单 你这样报价单 你选选选就好 可是呢 当你要报价的时候 你不要忘记了 品号 是不是 你没有品号 没有的时候怎么办 你一定要建立 所以刚刚讲是建立品号 所以刚刚给你们一张 呃 这个 作业对不对 啊 作业里面呢 你 尝试看看 练习第二个 增加五字头的 数位相机配件 然后它有两个 请你们做这两个 练习看看 好不好 那你边练习 边可以休息一下 好不好 我把这个转过去